这个不就是爱情坍塌的模样吗 哇 还真的蛮丝滑的 看着真的还蛮解压的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吗 我会想到天线宝宝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有想过 就是天线宝宝的肉到底好不好吃 不过到今天为止 我一直都没有吃到过 还蛮可惜的 如果有人吃过可以告诉我好不好吃 那今天买了那个视频里面的替代品 你看它也是这种彩虹色的 这个叫做花米饭 然后它里面的颜色都是拿天蓝色素懒的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反而会很有营养的样子 哇 糊了糊了 祝你以后的人生像这堆米一样 色彩斑斓 五颜六色 然后呢 这个要吃的话要泡水泡15分钟 沥干水分之后呢 再蒸20分钟就可以直接吃了 我就吃这么一点就够了 哎哟 哇 好黏 那剩下的呢 这个就是你的了 虽然说还不够你一口吃的 但是你冷耐一下吧 再加上一点这个小配菜 这个牛板筋呢 跟这个都是云南的特产 所以就是怎么说原汤化原石 这个是泡椒味的 挤到旁边 再加一个这个麻辣味的 烧烤味 菌香味 对了 说一下我记得你好像是不爱吃牛板筋的 所以我就不给你夹这个配菜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小温柔 这个呢就是我一个很简陋的这个早餐了 其实这样子看还是有一点食欲的 就有点像是文艺父亲 文艺父亲 反清复明 不是 就有点像是文艺父亲时候的那个抽象画一样 就挺好的 嗯 能感觉得出来它是那种比较富家千金 富家少爷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韧性你知道吧 吃起来非常弹牙 有那种粘口的那种口感 嗯 糯唧唧的 这个米呢其实跟它的外观就相差的比较大 是比较正常的味道 我刚开始会觉得它的外观这么的奇特 它的内在应该会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也就还好 也就是会比一般的米更有米香一点 这个呢其实就像是你玩VR游戏一样 你在游戏里面可能是个英雄 是个拯救者 但是呢你现实中就是个普通人 就是一个上班族 就是一个学生 就是一个平凡的人类 再吃一下这个牛板筋 这个是泡椒味的 嗯 哇 这个牛板筋它竟然是可以嚼得动的牛板筋 这很神奇 哇 好吃 调味也调得很出色 没有特别的咸 哇 好下饭 嗯 那个我米吃完了 我能不能向你借一点 我一定会还的 我就借这一勺 哇 这个牛板筋真的很下饭 哦 还蛮辣的其实 再试一下这个麻辣味的 嗯 啊 好吃 再吃一下这个 我忘记什么味道了 香辣味 配一口这个饭 哎 啊 米饭它跳楼了 捡回来了 捡回来了 嗯 哇 真的很推荐这个牛板筋 有一种这个牛板筋 在死之前被人太是按摩的那种感觉 就被人家用那种很重的力道给揉捏过 所以导致它这个还蛮好咀嚼的 然后肉质还甚至有一点点嫩你知道吧 再向你借一点好不好 这次是高利贷 我再给你 借一点米饭 我就借这么一勺 一小勺 啊 哇 嗯 说真的我觉得牛板筋和米饭真的很搭 它搭到什么程度呢 是那种突然闪昏 突然清嘴的那种地步 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